周三 纽约州长库默召开记者会 公布纽约州疫情的最新情况 他表示 纽约的住院率有所下降的趋势 纽约州截至周三下午 已有10万3千人接受过检测 共30811人确诊 285人死亡 库默周三表示 目前看到对人口密度严格的限制见效 住院率有下降的趋势 从原本的住院率每两天翻一倍 现在数据显示住院率每4.7天才翻一倍 纽约3万多的确诊人数中 3800人 也就是12%的人正在住院 888人在加护病房 285人死亡 死亡率不到1% 陆军工兵署正在搭建临时医院 这些医院将可容纳4000名中共肺炎患者 然而库默表示 纽约州将需要更多病床来容纳患者 而日前已经有4万名医护人员 自愿到医院帮忙 联邦日前通过的2兆美元经济纾困费用 将拨款其中的38亿美元给纽约州 然而库默认为远远不够 周府在防疫上已经花了10亿美元 然而库默预计花费将到150亿美元 另外库默建议民众如果感到恐慌 可以向心理咨询师求助 周府现在有6000名心理咨询师随时待命 未来将构建一个电话线路 让民众可以打电话寻求帮助 新唐人记者王玉鹤 纽约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